人生在世,总会有苦,总会有愁,但没有谁是为愁苦而降生,是为伤感而出生,生活的过程中,愁苦谁都难免,不遇愁苦的人生是很少的,但生活不是为了吃苦,更不是为了忧愁,吃苦不是目的,忧愁也不是专利。 生活的意义,就是要感受更多的欢乐,享受更多的乐趣,谁没有过错,惩罚,报复,不管任何形式,永远都会带来更多的仇恨与对立。 原谅,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源头,更是疗愈自我伤痛最好的良方。 原谅是一种同情心,是一种无缘大悲,同体大悲的大爱,但这并不表示要纵容恶与犯错,我们的宽恕与原谅,必须也要激请他们的忏悔心,那才是真正的原谅与宽恕之意。 谁也有错,谁也会错,这个世界不犯错误的人,几乎是没有的,只是有时错了却不愿承认,也不愿改正。 人生,看清自己的错很难,改正自己的错更难,有些错习惯了,适应了,一旦改变,不仅是改正还要否定,改正错误首先要改变自己,很难也会很痛,但只要彻底放弃错误,才会前进。 才会进步,微笑不仅是美丽气质的呈现,更是乐观生活的宣扬,我们就是与愁苦中追逐美好,感受美好,简单的日子,执着地活着,日月经年,实事无常,漫长而艰辛的人生,在与岁月的较量中,让人芬然顿悟。 微笑的魅力,就是它能于平易中传达一种生活艺术,弘扬一种快乐思想,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份微笑,就会少一份烦恼,人生路上,心存厚道,情绪宽容,生活多半安宁,多半就轻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